社会教室 《罗胜宣就ację。。》 亚维班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确 台湾有一种饮食 是一个 一个平民的银银饰 叫卤肉饭 大家都在台湾都知道 卤肉饭 外地来的 有的时候当地人都带他们吃吃 尝尝看 你看看我们这个 这个卤肉饭的这滋味 每一个不同的区域 它的那个卤肉饭 都有它的特色 好吃 话说1950年 那时候我要从这个巨队离开了 到另外一个队 那个队还没进去 人家会不会用我 我还不知道 可是饿肚子已经饿了一天了 就剩一点钱 我就坐在那个面摊那儿 我在这看 看那个牌子 有什么东西有什么 卤肉饭没吃过 我说我要一碗卤肉饭 我说能不能给我饭多一点 这个卤少一点没关系 结果呢 人家给我的饭又多卤又多 为什么 他看出来了 你这种吃人 等于说是落难人 好 多给的 从此以后 我对卤肉饭有一份亲切的感觉 它不只是一个纪念 而且是好吃 走哪吃都好吃 那现在有一天 隔了就是最近的这个这几天里头 我又去另外一个馆子 到那去了 我一看卤肉饭 然后我要再叫一个窝窝汤 就这样弄一盘青菜 就在这吃 这个吃这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一晃啊 六十多点就这么过来 卤肉饭 都是有滋有味的 那有的时候往往我们习惯的 吃牛肉面 吃炸酱面 吃什么 吃什么 你不要看那个饮食 你光是这么吃 它只是个国父而已 但是你在吃里头 再加上点回忆 再加上一点 比方说 有意义的是 是家人给我们做的 妈妈给我做的 妻子给我做的 或者是儿女给我做的 那个有滋有味的那个感觉 就越来越多了 尝尝看 不只是卤肉饭 吃什么都会很香 上帝赐福你